今天做一个红烧牛蹄筋 先把这个葱姜桂皮爆香 把这个自然粉顺带的爆香 自然粉爆香超级好吃 然后加入牛蹄筋 这个牛蹄筋我是特意挑的这种大块的 吃着特爽特别过瘾 这个我就是为了拍摄 块头就是特别大 如果要是自己在家吃不拍摄的话 就把它切小块一点 但还是大块的更香 太难翻了 我就上手了 就做这种东西的话 一定要戴上点手套 以防绷伤 加入酱油老抽 再加这个红烧酱汁 要想先放一块冰糖 再加入老爹的粮食酒 这个也是老爹的啤酒 加三碗清水 盖盖炖上两小时 中火转小火 哈喽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吃的是这些 当当 这是我吃巨子买的牛蹄筋 然后里边我还加了这个粉号子 晶莹剔透的粉号子 炖的老烂和了 然后这个是我炒的撇了嘎的 我也不知道那几个字咋写 反正我们就管这碗要撇了嘎的 这个腌咸菜也可以 然后直接炒菜也行 我这个就是直接炒的 就是加点盐就可以了 老好吃的 啥都不用搁 里边搁点葱花 搁点酱油啥的 一条味 老好吃了 这下饭 这米饭搁这呢 今天我准备泡汤 这里边汤挺多 话不多说我要开凳了 先看看这牛蹄筋 我挑的可大个儿了 有没有食欲 哎呦老天我从哪头开始吃啊 这从这头吧 弹了 吃饱了 吃饱蒜 其实我买这个时候吧 我不懂 就给它装动 我就想要 既然挑大的就对了 因为咋的 它一做就臭臭的 变得特别小 你看我这个这么大 想想我买的时候 它没做之前得多大 再配上蒜 真的是绝了 我这个炖的吧 就是不是说炖的像要化了似的 还是保留它蹄筋那种嚼劲了 这个精华都在汤汁里了 老浓缩了这个 浓缩的就是精华嘛 浅尝一下 我给你们讲 这些饭什么都不用就 就这么逛吃 哎呦妈 放点那个小米辣 来吧 撇着嘎嘎嘎 登场 就完真打可好吃了 就没关系吧 好像赶上那个早睡快收摊了 好像一块钱买了五个 这两天我家就是一直在吃这个 这不够 这是我刚才心炒的 昨天的都吃没了 粉浩 裹马拉汤汁的粉浩子 你们做牛蹄汁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点这个 大大绝配 有点像 我这个里边把酒搁的挺多的 就这碗把做不好容易删 就用酒链去 就用酒链去行 就用酒链的 就用酒链去行 哎呀对了 我没说我喝的啥 今天喝的是小烂 我都好久没吃牛鸡鸡了 我都好久没吃牛鸡鸡了 就头老年吧 市场离我们这个楼群特别近 然后有一家饭店吧 他家白天就把这些牛鸡鸡 什么大骨棒啊 就这种生的 然后拿出来卖 你可以自己回来做 然后在他家吃 在他家饭店吃饭也行 然后后来市场就搬走了 离我们那个住宅就特别远了 就很少吃这个牛鸡鸡了 现在那家饭店都不干了 就这碗吧 还得是自己回家个锅炖 你要给外面买 那个现成的熟食吧 就硬 我比较喜欢 我做这种的 然后软软的黏黏糊糊的 前两天我还给老爹在熟食店里边 嗯 买了这 就可小的 就没有自己做这种合适 就这皮子嘎的 得把顺便调啥的也可好吃了 每一个人都不 ك我 对啊 我们也要做过 这个小竹 你最好吃的 是 一件 水 如果你 你 我感覺你沒有我的動作 我可以做到一個動作 我可以吃到你 我可以吃到你 我可以吃四十四五 我可以吃四十五 不 aku 我可以吃四十五 OK 珍惜了之 继绝浪费 又是一期观传视频 我们下期见 拜拜